是的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 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岗位 重新开始工作 而远在英国的七威 周冬雨 李纯 在这个春节里面 则是一直处于工作的状态 终于在春节的尾声 可以收工 回家跟家人团聚了 我大年三十就在飞机上 然后到地儿刚好是 中国的大年初一 所以没有办法陪家人过年 不会想家 因为我爸爸妈妈 随时可以来陪我 在伦敦过年也算不错 伦敦时装周 恰好赶上中国的农历新年 于是受邀看秀的七威 周冬雨和李纯 便在工作中 迎来了自己新的一年 2018年还是会继续地拍戏 希望可以接到自己 特别中意的角色 今年会上一部电影 叫后来的我们 还有另外一部电影 叫阳台上 还有一个电视剧 叫幕后之王 就是继续继续努力 就是反正 最近觉得 就是我这样的生活 是是满意的 是开心的 就是虽然 辛苦 但是觉得 满足满足到我的 内心的一些欲望 所以就是2018年 就继续继续努力吧 时装周上各展风采 作为演员 齐维 周冬雨和李纯 也时刻心系表演实演 在接下去的一年里 他们都有着 自己的新展望和新计划 而眼前 伦敦时装周 伴随着春节假期 一同结束 他们最想做的 则是早早回到家中 抓住春节的尾巴 跟家人一起团圆 平时在家 就是因为我是北方人嘛 就包饺子啊 你家里包什么馅儿的馅儿 你就包饱了 啥馅儿都包 在这么一个修场上 我说啥馅儿都包 就是反正简单吃个面 吃个就是 可能爸爸做菜啊 一年当中能够有一个时间 就算是一个理由吧 就是大家应该因此聚在一起 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事情 也是我们中国年 特别美好的一个事 就是强调团圆 强调和家欢乐这件事情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